不过 吉莫申科的支持率却在急剧上升 已经领先对手较努科威奇三个百分点 乌克兰总统大选将于明年1月17号举行 现任总理吉莫申科和前任总理较努科威奇的支持率 目前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不少乌克兰人对眼下的局面表示担忧 他们认为拿流感疫情作秀 既浪费政府资源又给民众带来恐慌 更不利于有效抗击流感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俄罗斯苏霍仪公司17号发布消息说 该公司将从2010年开始向俄国防部供应苏35S战斗机 在今年8月举办的俄罗斯国际航空航天展上 俄国防部与苏霍仪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达800亿卢布 约合25亿美元的飞机采购订单 其中包括在2015年前向俄国防部供应48架多功能战斗机苏35S 苏35S战机是苏35战机中的细化分类 苏35战机是苏霍仪公司在苏27战机基础上发展的 全天候单座双发重型战斗机 主要用于制空和对地攻击 俄罗斯一家船运公司17号称 该公司名下的赫列顾尼克夫船长号破冰船 因海水严重结冰 被困距离南极大约2800公里的海域 无法按时返回阿根廷南部的乌斯华亚港 船上载有100多名游客科学家 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纪录片冰冻星球的设置组人员 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船只以及船上人员目前安然无恙 距离安全海域8至10公里左右 目前该船只正等待较强风意的到来 吹动厚厚的冰块 这艘飞船建造于1981年 十多年前改变成游船 往返于北冰阳和南极州的旅游航线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报道了世界名模 辛迪克劳户近日遭遇的一起勒索案 今天这起案件又有了重大进展 德国检查部门今天透露 这起勒索案的嫌疑人 埃迪斯卡亚拉尔已在周一晚间向警察局自首 卡亚拉尔是一名26岁的德国男子 他被指控在今年7月利用 辛迪克劳户女儿的一张布亚照 向克劳户夫妇勒索10万美元 目前卡亚拉尔已被检查部门 以勒索罪名提起诉讼 如果罪名成立 他可能将面临两年的牢狱生活 据报道 卡亚拉尔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接收审讯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我想这是很多现代都市女性 喜欢琢磨的一件事 是衣领越大 裙子越短 裤腰越低 就越性感吗 到底怎样穿才最有吸引力 来看一看专家的说法 只这么穿 这么穿